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功效大战 这场比赛是2011年的男子世界杯 这场比赛是由德国的选手波尔 对阵韩国选手朱世贺 波尔是左手横板,两面反交 波尔其实打肖球的这个能力啊 不能说非常出众 但是他非常稳,失误很少 肖球一般也没有什么机会 他一直用高调前冲这样拉着你 朱世贺呢,他是正手是反交 反手长交 他扛大板的能力非常强 他这个肖球呢,不同于普通的肖球 他正手相持的能力 甚至是中远台的弧圈球的对拉 都是非常的强 两个人从一开局就陷入了这种拉锯战 波尔发逆旋转 朱世贺的接发球也主要是给波尔的正手去 正手的这个球呢 球迷朋友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去正手啊,你需要一个大跨步 跑到正手去 然后够着拉 这个球呢,如果是步伐不到位啊 通常这个球拉的质量不会很高 但是相反 侧身位就不一样了 腰腿协调发力 包括这种侧身转胯 力量都是很强的 朱世贺在这个阶段也是以尾销为主 漂亮 朱世贺一个上步 正手拉了一把 这样是奠定了第一局的胜局 作为一名销丑选手能够第一局拿下 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很多的时候 萧球都是打到后面的 消磨对手的意志 适应对手的旋转之后 找到机会 朱世贺抢冲 这个拉球波尔防的也是很好 打乱了他的节奏 所以说萧球选手正手攻啊 务必要能够打死对手 如果说你这个正手攻轻飘飘的 过去以后对手能防住 反而把你这个节奏给打乱了 毕竟萧球选手他练萧球 还是要更多一些 练攻球这个比率可能要达到六四 都是很少的 大部分都是七三 真转啊 真转啊 双鸿在前面的两局是比赢 反而来一把 运动的球就是没有那么重 但是呢非常的稳 上台率是很高的 稳销 结合着偶尔的爆拍 这也是波尔打萧球的诀窍 这个视角确实啊 非常的棒 能够非常完整的看到这个销球 双方球的高度以及弧线 哇 波尔一个擦网 朱世贺还银色 这个时候的朱世贺啊 确实他非常的稳健 漂亮 正手连续的兜冲 这样就是后是拿下了第三局 长焦选手啊 他因为很多都是借力 所以有时候擦网球会相对比较多一些 这个球很转啊 波尔还是有些着急 和朱世贺打一定要特别的耐心 朱世贺在小球中啊 他也会有一些变化 一会是死转 一会是不转 这个球就是拖过去的 波尔也很聪明 我还是以拉落点为主 漂亮 朱世贺的侧身抢冲 给波尔的威胁还是很大 毕竟消球选手这个正手进攻的这个冷板 你想防还是难度很高 还有突然性 波尔也是适当的可以给朱世贺的正手去放一放 哇 漂亮 对象双方是在前面的四局打到了2比2 就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个拉锯战的状态 波尔砸了一把 就是下旋球在很高的时候啊 可以通过底板的这个撞击 就是摩擦加的很少 把这个球撞过去 这样也要求了极高的这个爆发力 所以说我们经常讲 业余选手打消球 是非常困难 没有协调发力和这种连续发力的能力 可以看到业余赛跑很多这种销球打法都能有很好的成绩 到了 波尔的机会 漂亮 也是通过左右前后不停的调动 让朱世贺让他去跑动 朱世贺发转不转 这个球 波尔就放得非常好 你可以让朱世贺去进攻 只是不能够让他质量太高 这样波尔拿下第五局之后啊 占了一定的优势 朱世贺抓机会的这个能力很强 波尔把这个球是拖了一下 马上上去正手强势的进攻 波尔在这一局也是 提高了自己使用正手的几率 销得非常稳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乐器球 比分进一步扩大 漂亮 一个不转球 波尔是拉丢的 砸 砸过去这个球呢很飘很沉 对肖球选手来讲 还是很困难 非常转 这样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期跑线 来看决胜局的效量 对波尔的体力 也是一个极大的消耗 死转 波尔轻放 体育过往 现在双方美得一分啊都非常困难 周世贺是想冲一个波尔的正手直线 这个球是非常遗憾啊 没有打到 机会其实也抓得不错 现在逼得波尔不敢放 一放 周世贺上来就冲了 这次发球很大胆 也是算准了 大家看周世贺的脚下的步伐 小碎步 左右的垫步 确实是非常好 又是一个乐器球 参网球 这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长焦选手的参网球 相对是比较多的 因为他要控制 这个弧线要低平 依然焦灼9比9啊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这个时候 朱世贺都到了镜头之外 这个时候就是看谁用的更坚决 谁的心态更好 放了一板 哇 朱世贺 漂亮 之后长焦磕了一板 这个球过去是很重的下旋 连续正手的销 反手上 漂亮 朱世贺 是正手的一板充值线 解决了整场比赛 4比3 艰难的战胜了德国的选手 波尔 我们来看一下曼静头的活动 反手 萧玉板死转 波尔清放之后 朱世贺 抢冲直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